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的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伯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 鑽研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謝謝大家 碳酸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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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鈴這個療劑在臨床上 其實是可以有幾個應用的地方 其中一個最主要就是 就是處理一些消化的問題 例如消化不良 吃東西就很難 很多氣 不斷地弱氣 很大聲的弱氣 對食物是多方面的食物敏感 尤其對牛奶特別敏感 特別受不到 還有 對消化不良 還有吸收也有問題 所以碳酸鈴 有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有時候 對有些食物是煙吞不到的 他經常會把食物捏渣 很多食物都是吃不到的 當然也是很簡飲雜食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消化問題 是令到他對很多食物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他對這些食物 很多時候是吞不到的 甚至乎 很喜歡什麼食物都捏渣 另外一個地方 碳酸鈴是可以用在一些 中暑 不是全部中暑 即是熱暑 不是一般的 所謂叫做 太陽中暑 熱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頭痛 或者不適 即是很怕熱 不是很曬得的人 那曬傷出現問題 這個是碳酸鈴 亦是一個可以幫助的地方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觸果很弱 碳酸鈴的人 觸果的腳腳很弱 經常好像沒有力 而且很容易扭傷 重複不斷地扭傷 這也是碳酸鈴可以應用的地方 另外在女性的白帶方面 碳酸鈴也可以用在皮膚上的問題 即是皮膚很容易爆炸 很乾的 硬是很乾的 很容易爆炸 手、臉、濕疹等不同的皮膚問題 好了 碳酸鈴的人 是屬於一種很敏感的人 即是他對很多情況 很多問題 他都覺得很多處理不到 形成碳酸鈴的症狀處境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情緒上受過傷 可能曾經被人襲罵過 被人憤怒來批評、罵過 這個碳酸鈴的人 因為他的情感是很脆弱、很敏感 受到這些情緒上的打擊 於是就出現他的問題 即是可以說他的過程 就是他有悲哀 然後因為他敏感的身體 變成很敏感 情緒上很敏感 食物方面很敏感 很多東西都吃不到 加上內部的一種悲哀 即是埋藏心裡的悲哀 那碳酸鈴的人 他自己是屬於 即是他怎樣都好 他受了傷 但他都是屬於一個人 即是不表達出來的 很硬朗的 我認為他叫Stoic 雖然他都是屬於軟弱的 但他都是很硬朗 自己忍住 不會爆出來的 那碳酸鈴的人 即是很怕一些糾紛 很怕一些爭吵的 憤怒的層面 因為他們覺得 即是他自己內心 比較上是很柔弱 很敏感的人 所以他遇到這些場合 他是特別害怕的 那碳酸鈴德也可以 一個療劑 有一種厭惡的 他對某種人 他不知為何 他對某種人 很特別厭惡 很特別不喜歡 對某種人的行為 他會特別厭惡 他會去迴避 所以坦酸鈴德是很有趣的 有這種厭惡的情況 對某種食物很厭惡 對某種人的行為 他很特別厭惡 很挑剔的 但當然他不會去惡惡 他不能夠 他自己一個人很敏感 很內斂 自己忍住 不會爆出來 那碳酸鈴德的人 他經歷過這些人生 經歷過一些悲傷的事件 他慢慢地 他會開始去迴避 他可能會慢慢地 成為一個孤獨的人 即獨居的人 或者可能去隱居起來 他可能去某些地方 去做修行 這些生活方式 他們會感覺自己 自己好像要跟世間人類隔絕 他覺得自己不屬於地球上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他就會避開 退縮 跟著是自己做自己的修行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你發現碳酸鈴到後期 就會出現這些情況 碳酸鈴對音樂很敏感 某些音樂 他不喜歡大聲音樂 但對某些音樂很敏感 他對某些食物 尤其是牛奶這種食物 他就是特別敏感 一有銀奶就會肚餓 有食 這是碳酸鈴的重要性 對食物敏感 你遇到一些人 有這樣的症狀 他不能吃奶 他人比較溫柔 那種人 你可以想想用碳酸鈴 我曾經說 他很容易中暑 很容易熱 但其實他不單止是 溫度方面是怕熱 亦都怕冷 即他能夠抵受的溫度 是很狹窄的 舒服的溫度 可能是華視72至74之間 總之又不可以太冷 又不可以太熱 亦都不可以太冷 炭酸鈴的有時候 出現的情況 有些嬸仔 很可能 就是有些讀寫障礙 對寫字方面 他特別 或者是對數學特別差 不知為什麼 他的簡單的數學 他覺得很辛苦 這是很有趣的 有些探酸鈴能夠處理的問題 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的寫字有障礙 不知為什麼 某種字他寫不到 或者寫錯了 這是一個探酸鈴 所以探酸鈴做到最後 很多時候他就去隱居起來 自己做自己的冥想 對人類方面 就開始成為一個忍者 參加一些靈性修行的團體 有一種哲學性 有些情況就說 對一些人經歷過嚴重的壓力 是創傷後面壓力後的症候群 亦都是一些佛組 這些人成為一個佛組 成為一個觀音 因為他經歷過這些佛組 也經歷過那些痛苦 那種痛 接著他非常之有愛心 這種人 其實很多人做心理輔導治療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是屬於探酸鈴 或者是嚴刑的人 這些人通常就會自己經歷過一些痛苦 受傷 但很有愛心 很有同情心 很多時候他就喜歡做這類型的工作 探酸鈴在我經驗裡面 是屬於一個都 不是經常用得著 但是是中度的療劑 都是很好用的療劑 所以是值得大家好好學的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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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